Wanted to live since that night I'm excited to walk before My relentless peace 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看的单元是 终日八年抗战始末 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此单元的内容 八年抗战始末的学习重点有 一、八年抗战的远因和静因是什么 二、抗战的过程与成就为何 三、战乱下的社会与民生局势如何 同学们有注意到 2015年是对日抗战胜利几十周年纪念日吗 从前阵子连战到大陆参加阅兵 闹得沸沸扬扬的新闻想想 没错就是70周年 另外同学们有没有注意到 为何中共政权建立不满七十年 却大肆庆祝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呢 八年抗战期间 领导中国军民抗日的不是中华民国吗 可见得关于中日八年抗战的始末 有必要从根源来好好厘清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 及对中国领土抱有野心 特别是东北 一直是它主要的目标 1926年7月 国民革命军逝施北伐后 不到一年时间 及势如破竹 大有统一全国之气势 日本的田中内阁于是出兵山东 制造济南事件 企图阻挠中国的统一 1931年9月18日 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下 为解决国内经济社会危机 日本悍然发动918事变 占领东北 此外918事变之后 日本为转移视听 又于1932年在上海挑起事端 也就是128事变 随后又扶植溥仪成立满洲国 更派兵近战热河长城沿线 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 暴露无遗 卢沟桥事件与抗战的爆发 1937年7月7日深夜 日本在北平近郊晚平县 卢沟桥附近演习 借口一名士兵失踪 要求入城搜查 中国守军拒绝后 日军即刻发起攻击 炮击卢沟桥 中国驻军奋起还击 八年抗战于是揭开序幕 战争之初 中日双方曾透过德国调停 但日本开出中国承认满洲国等条件 遭中国拒绝 调停失败 全面抗战也因此展开 关于抗战的经过 同学们可以想想 如果你是当时的中国军事统帅 你的硬敌策略是什么呢 是速战速决 还是以托待变 日军装备精良 备战已久 但国家资源有限 有利于速战速决 然而国军的装备 训练与日军相差悬殊 国力薄弱 只好以空间换取时间 采取消耗战 持久战的战略 抗战初期 中国历经松户会战等战役 粉碎日本三月亡华的狂言 1937年12月 日军攻下南京 展开震惊世界的大屠杀 企图使中国害怕屈服 然而在无法使中国快速投降之后 日本转而占领城市及铁路交通 轰炸重要城市及封锁海面 试图扩大中国的心理压力 此外 日本在南京扶植汪精卫成立傀儡政权 使中国在抗战时期 出现两个国民政府 一为坚持抗战的重庆国民政府 一为亲日的南京国民政府 中日战争爆发之初 中国几乎处于孤军奋战的窘境 直到1941年12月 日本偷袭珍珠港 太平洋战争爆发 八年抗战的转机终于到来 珍珠港事件之后 美国对日本宣战 中国成为同盟国之一 从此才改变之前孤立抗战的局面 1942年初 蒋中正委员长被推举为盟军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 美国也开始援助中国军火和各种物资 并且派遣军事顾问及空军来华 结同中国对日作战 中国逐渐扭转战局 1945年5月 欧洲战场结束后 盟军加紧对日作战 逼近日本本土 为了尽早结束战争 美国在广岛长期投下原子弹 日本伤亡惨重 至于苏俄也对日宣战 在各种不利的形势下 8月14日 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中国也赢得抗战的最后胜利 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呢 过去一般认为是美国投下原子弹的关系 现在也有些学者强调是苏联对日宣战后 在东北击败满洲国及日本关东军 日本应担心苏联会占领日本 改变天皇制度 因此才决定投降 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针对这个课题 进一步去研究讨论哦 八年抗战的成就有哪些呢 由于中国协同抗日 1943年 英美等国陆续宣布放弃在华特权 使得束缚中国百年来的不平等条约得以废除 抗战结束后 中国也成为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确实 由于中国军民的毅力与任性 将大量的日军牵制于中国战场 这也是同盟国能战胜日本的重要因素 这是中国对于二次大战的一大贡献呢 接下来我们接着看战乱下的社会与民生局势 首先 抗战期间 大后方的各项建设与一般民众的生活状况为何呢 先谈为何要迁都重庆 北伐完成后 中华民国完成形式上的统一 但东北 西北与西南地区仍控制在地方军阀之首 抗战之前 国军因追缴共军 进入贵州 云南 四川等地 所到之处公路 电话 电报线陆续铺设 促进了西南地区的开发 为后来的抗战奠定基础 而从天时 地利 人力 物力等条件来看 四川都是对日长期作战的最佳根据地 南京撤首后 中国遂以重庆作为战时的国都 西南成为抗战时期的大后方 其次 抗战与建国如何同时并进呢 为因应长期抗战 必须持续增强国力 民国27年3月 国民党与武昌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 会中推举蒋中正为总裁 巩固国民党政府的领导 蒋介石成为抗战时期 民服其实的最高领袖 会议中并通过抗战建国纲领 确立了战时政府的主要施政方针 抗战建国纲领包括政治 外交 军事 以及计划经济 战时教育 社会动员共六项 强调抗战与建国同时并进 对战时的国际民生与社会动员影响深远 此外 为集中全国力量 政府也召开国民参政会 容纳各党各派 以其为战时最高民意机构 接着 来看战时经济情况与建设 抗战爆发之后 沿海工厂的抢救与内迁成为首要的工作 因为长江 黄河下游及沿海城市为中国精华区 但同时也是中日八年抗战的主要战场 上海拥有全国半数以上的制造业首当其冲 民国26年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 基于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持久战略 政府立即筹备迁移计划 同年爆发813松户会战 日积不断轰炸长江 水路交通受阻 军民冒险拆卸机具 抢运材料 千里跋涉 备偿艰苦 截至1940年底 总算有600余家民营工厂 10余万吨机械材料 迁往西南西北地区 对大后方的经济建设与发展 发生了重要的影响 随着工厂内迁 国民政府以川 滇 钱 香 康为中心的经济建设也积极展开 例如军火工业在西迁的国营工业中占有较大比重 为长期抗战提供大量的武器弹药 煤矿业至1943年的年产量也已大幅提升 又如战前完全仰赖进口的石油 抗战爆发后来源断绝 于是展开油矿探勘 资源军民所需 为了解决大后方的电力问题 除整顿修复旧有电厂外 也积极增建新厂 在交通建设方面 为解决日益迫切的经济与军事动员需求 政府加紧发展后方交通建设 特别是为了打通国际通道 先后修建了多条通路 尤其是经由昆明至缅甸的滇缅公路 更是抗战时期重要的生命几代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美国租借法案所拨的各式运输机 拨到中国来 中国政府运用此飞机 从印度飞越喜马拉雅山 运载战略物资至昆明、重庆等地 对资源抗战的军需后勤贡献胜大 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看看YouTube上的 飞越通风的纪录片哦 在暂时的教育建设方面 七七事变爆发后 政府为保存国家的教育命脉 协助沦陷区与西南地区等 五十余所大专院校内签 例如北京、清华和南开大学 辗转迁徙到昆明后 成立西南联合大学 北平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北平工学院 签到陕西后 联合改名为西北联合大学 当时全国大专院校约有三分之一的学府 都在重庆落脚 历经颠沛流离 内签的学校师生员工 在简陋的环境中如常开学授课 成为烽火战乱中的精英摇览 抗战时期 政府积极推动各项教育建设 如实施代金和公费制度 推行思想及品格教育 在轮陷区推行战区教育等教育事业 因此不应战火而中断 实现抗战与建国并行的目标 总之在艰苦的抗战生活中 所有人民都承受了极大的苦难 随着战火蔓延 成千上万的中国难民 借由火车、轮船、山板船或人力车迁徙离乡背景 根据统计 八年抗战期间 西迁的难民人数 约为四千万到六千万之间 他们跋山涉水 扶老西幼躲避战祸 犹如密密麻麻的蚂蚁 排列成蜿蜒而曲折的队伍 在山道上行径 可说是一卷悲惨不堪斩读的难民图 抗战期间大后方是全国军政机关、学校、工厂企业 以及出版新闻业的集散地 国民政府所在地 重庆也由原来闭设成为抗战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与外交中心 带动中国西南、西北地区的发展 充分显示了日后所谓重庆精神的抗战意志 从1938年到1943年轰炸重庆的日本飞机高达5000多架 全市建筑、水电设施受到严重损坏 市民伤丸惨重、物资极端匮乏 民生也日益艰困 八年抗战使中国承受极大的苦难 然而中国军民坚决抵抗并不屈服 终于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那我们这一单元就谈到这边 谢谢各位同学 我们不说很大 我们不说很大 但我希望你会找到你的疑问 谢谢大家 赞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